当您在模拟器模式中使用AutoVision时,如果没有连接智能相机,软件会自动跳过第二步,立即进入第三步。 开始创建您的视觉任务。 创建视觉任务很简单,您可以使用八种预定义的工具,将它们托放到您的工作区,设置参数,然后对照已经保存的图片,检查输出,及这些工具的结果。 例如,在这个例子中,如果我们想验证这个塑料包装中有八粒药丸,我们可以使用Country技术工具,让它寻找明亮的部分。 下面我们在Function功能设置中将黑暗的部分改成明亮的部分,并假设最低和最高值为8。 为了保证扫描到药丸,而不是其他的对象,我们将调整最小尺寸。 在调整这些预知的时候,您可以看到对象会自动出现和消失,为您提供实施反馈。 您可以看到这幅图片没有通过测试。 当测试所有图片时,有些图片将不会通过测试,当技术确实为8时,则会得到测试通过的结果。 最后,当您设置完任务之后,您可以在RAM运行模式中进行测试。 该模式将自动测试您的图片,并提供关于这些图片的统计信息。 下面我们回到Crate创建这一步。 我们设置的任务是寻找明亮的物体并进行计数,确定其数量是不是8例。 从已经保存的图片可以看到,如果药片破碎,则不符合最低的相组要求。 在其他情况下,我们得出的结果是8例药丸,并且有一例药丸不在正确的位置。 在这个例子中,我们可以使用有无检测工具,但更好的方法是,我们可以在8个位置中分别使用技术工具,以验证药丸是否确实在该位置。 下面,我将举例说明。 我将在这8个位置重复这种操作。 我可以对步骤进行重命名。 并且我们可以保存任务。 因为体谡做 LEOFERSUALVE 不想rian能量不为注意等。 养手班尸,并且我们继续需。 我将上好吧。 在 chromonom began的阴子 histories与熟的课程中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